不要只有陪長輩吃肉肉 還要幫他上網去 踢入這個新冠肺炎疫苗的注射 台北市長柯文哲自拍影片 拜託大家幫自家85歲以上的長輩 預約接種新冠疫苗 因為15日開始 各縣市85歲以上的長輩開打疫苗 但政策來得太快 預約亂象也不少 一長串網址印在綠色通知單上 難道是要長輩自己輸入 柯宇倫在槓北市府 發文替85歲老人家報區 至少給個QR Code吧 眼看15日北市85歲以上長輩 疫苗就要開打 但預約系統不給力 北市和里長要主動出擊 昨天下午政策急轉彎 李幹事跟里長 才在柯市府的指導之下去投递 施打疫苗的通知單 那後來市府都有派送通知單 到每位85歲以上長輩的家裡 就讓他平個單子 直接去指定的醫療診所 去接種就可以了 對 但是有些人就是 您會覺得說 到底該不該預約 或者是就一開始就不要預約 就請老人家在家裡等就好了 北市猛吹油門 加快85歲老人 預約施打疫苗 但是問題還不少 人口最多的六都預約打疫苗的政策 各有不同 北市長者打疫苗預不預約 其實都可以實在讓民眾很混亂 反觀新北市不用預約就可以打 另外其他四都一律事先預約 北市配套措施一團亂 也難怪惹出命院 市長的爸爸跟媽媽 在新竹市政府的安排之下 已經成功預約施打AZ疫苗 你可以在這個分散分流分時間 來分12區來施打 甚至找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場所 來安排施打疫苗 比較之下 北市疫苗接種對長者來說混亂又不方便 讓好不容易等到的疫苗 卻讓民眾怨聲載道 歡迎新聞 蔡宇之林萬宇台報道